現在全台水庫在中南部 幾乎都是要見底了 針對用水大戶開徵耗水費 如今受到關注 經營部長王美花在今天 也松口最快在明天開徵 同時也會來推動相關草案 來制定用意讓大廠商 他們能夠使用再生水降低水費 六十場的座談會 收集的意見確實非常多 那一些的因子也很複雜 包括高科技的 包括傳產的 那包括這個 每一個產業類別 工廠類型都不太一樣 雖然都是用水大戶 有沒有再生回收等等 所以我們確實 我們會最近在內部邀集相關的單位 來確認可能的方向 那這個方向我們會盡快來做 然後因為我們又一方面在救災 所以他們的同仁 你看這個帥哥都變成老了好幾歲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都是同一批人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會盡快來把相關的草案來推動 來送 那裡面也確實提到要不要對一些產業有沒有緩衝的機制 或者不同的定價等等都會是考慮的點 在耗水費裡面 可能也會提供一些誘因讓廠商來用這個再生水 他如果用再生水多 那他在這個水費的部分是不是就有一些優惠的扣減 不敢 同意 向你 來